欢迎来到新闻频道,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 传媒设计师爆料肖战新剧延期。 效果让所有剧重审,需耐心等待。 近日,计划于晚上7点半播出的肖战新剧《梦中的那片海》,到头来是空欢喜一场。 目前网上都在撰该剧《要延期》播出了,有一位传媒设计师也发文爆料肖战新剧。 《梦中的那片海》要延期播出,这就意味着还需要耐心等待。 值得一提的是,网上给出的理由是效果出事后,让所有剧都要重新审核。 受到牵连的不止《梦中的那片海》这一部。 据传媒设计师爆料肖战和李沁合作主演的新剧《梦中的那片海》要延期播出了。 效果让所有新剧都要重新审核,至于何时播出,耐心等待即可,好剧不怕等。 对于肖战新剧《梦中的那片海》来说,这部剧本身并没有问题。 从演员到剧情都无可挑剔,只不过效果出事后。 高层加大了对作品类的审核力度,重新审核情理之中,不用担心。 从粉丝们的反响来看,大家都愿意接受,本身《梦中的那片海》都没有官宣定档。 一直以来都是网上的爆料。 肖战本身就是一位优秀的实力派演员。 本人更是一位得到公认的正能量偶像,期待肖战的作品无可非议。 总之继续支持肖战,还是那句话,好剧不怕等,更何况等待的是我们喜欢的优质偶像肖战。 故事为一件浪漫的事情。 新剧暂时放一放。 肖战主演的新电影《射雕英雄传》要进组了,祝福肖战拍戏一切顺利。